家斐一直好吃懒做的大肥猫 欧帝一直不会说话的狗狗 大家好 我是快哥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动物和人类和谐相处的社会 好吃懒做的肥猫家斐和主人乔恩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家斐每天有主人好吃好喝地供养着 这年头做猫真幸福啊 家斐没事就坐在这里捣捣乱 那里闯闯祸成为小区里的闯祸星 一天乔恩通美女兽医那里收养了一只小狗欧帝 家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处处针对欧帝和欧帝打架捉弄欧帝 乔恩要带欧帝和美女兽医参加宠物狗展示会 妒忌的家斐跳上车偷偷地跟着去 好了 一只猫闯入了狗狗的世界 家斐引来了一大群狗的威攻 欧帝凭倦着跟家斐学的舞蹈成为展示会的冠军 一时间成为明星 回到家的家斐表示很生气 一不小心把家里给弄得一团乱 证明了一个道理 猫倒霉起来 喝水都塞牙缝 主人发家斐在门口反省 好心的欧帝出来陪伴家斐 反倒被家斐反锁在门外 欺负老是狗狗啊 欧帝跑了出来被一个老太太收养了 知道欧帝失踪的乔恩焦急地寻找 美女兽医上门来赴约 并主动向乔恩告白 像是中了乐透一样的乔恩 也像美女兽医坦白欧帝不见了 于是他们就手脱手出去找了 事业不佳的宠物主持人知道欧帝失踪 想见欧帝成名的她 抢先一步找到了老太太带走欧帝 因为导致欧帝失踪的家斐 受到了周围小伙伴的排斥 在电视上看到了坏蛋主持人 带着欧帝在做节目 并且宣布要带欧帝离开 家斐着急地告诉了乔恩 可惜人语和猫语不相通 于是好吃懒惰的家斐决定 将功补过地出去找欧帝 不要问我一只猫怎么寻找 这也是极好的 家斐遇到了曾经帮助过的小老鼠 小老鼠带着她来到大楼 家斐一路爬管道找欧帝 爬的那个气喘吁吁 叫你平时多做运动了 终于找到欧帝 可惜力气太少 打不开笼子 看着欧帝被带走 出去追的家斐 被动物管制会的人捉摸 在一群被抛弃的猫猫狗狗帮助下 家斐顺利逃出 并且来到火车站 另一边发现家斐不见的乔恩 也和美女兽艺到处寻找 并且发现坏蛋主持带走欧帝 于是他们也赶到了火车站 时来一步 坏蛋主持带着欧帝已经走了 家斐跑到了控制室 随便按按钮 差点造成火车事故 把坏蛋主持的火车逼停 救走了欧帝 坏蛋主持追赶着欧帝和家斐 这时候曾经帮助过家斐的小老鼠们 和猫猫狗狗出现 大伙一起打坏蛋主持 故事的最后 当然是乔恩和美女兽艺 还有家斐欧帝 快乐地在一起生活了 哦 每天都要 发油啦啦哟